这个是摩托上买过来才二十几块钱的一个打气筒 先是给它夹起来测试一下它这个功率有多大 这个是这些都是12伏的 我给它调个12伏出来 12伏的话这个我先给它调个1 12瓦应该是不够的 我直接就给它调个3瓦 3A的啊 36瓦看一下 现在给它输出看一下 33瓦 功率是33瓦 直流12伏33瓦 还行吧 就是几十块钱的东西 它那个你看几十块钱的东西就是这么测试 这个东西已经刚才一拽它就掉了 我重新给它焊一下 好我又重新给它焊接了一下 它这个是负极这个是正极 嗯就这样子 然后这样放进去 这样就合上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插在这里 这个是正极 这个加正极 这个加负极 这个加负极 可以的 二十几块钱东西也能打气 小米的卖一百多 也能打气 功能是一样的 然后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是它那个是里面有电池的 移动的 然后它那个可能寿命长一点啊 那个表准一点 这个就只能看个大概 就这些区别 因为这个我们平时其实是用的很少的 利用率低的东西我就买便宜的 利用率高的我都是买好的 这个一年可能也就用个一两次 那地方如果在上上啊 没有那个维修的地方 临时充一下电 平时的话 到处都有维修修修轮胎的 是吧 还用它那个更准的多少 是吧 谁还有这个 这个只能是临时用 应急的时候用 所以我买便宜的 只要它能给我打打气 打好气就行了 这个准不准的话 没没关系的 到时候不准的话 我就临时充上气 然后我就去轮胎 修轮胎的地方 再给我打得准一点就好了 好 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请加关注点赞分享 谢谢大家